我現在要來講的是左上角的功能 我從最右邊這個箭頭 鼠標形狀的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你就可以移動這個圖層的 裡面圖案的位置 然後可以做縮放放大縮小 那底下呢可以給你選自由形式就是 沒有固定比例 均勻的話就是固定比例 然後扭曲的話可以讓它 扭曲 就是可以按它旁邊這個毛點 然後讓它有一些傾斜扭曲的變形 然後巧取的這個功能呢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把你這個圖層 變成一張平面的紙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去把它翹起來 或是可以把它轟起來這樣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去拉它做變形 左下方這裡的對齊 打開之後有一個磁性跟對齊 其實這兩個我每次都是會很習慣 兩個一起開或 兩個一起關 總之它就是會有出現這個線 你可以去對齊畫布的中間或是 旁邊物品可以去對齊它的高度 兩個一起關就是沒有 你可以比較自由的去移動它 比方說在這個花 我把整朵花放到畫布的中間 看到橘色的線跑出來就知道它是畫布的正中間 像這樣一個十字出現的就是這朵畫已經在畫布的正中間 那關掉的話那個線就不見了 然後你自己實際在操作的時候 這兩個打開的時候 在移動的時候會有一點卡卡的 因為它會去對齊一些東西 所以關掉會比較自由一點 水平翻轉就是左右翻轉 垂直翻轉就是上下翻轉 這不是旋轉囉 是把它直接這樣翻過來 不是把它這樣轉過來 然後按旋轉45度這個才是旋轉 配合花布大小把它放大 縮回來要手動縮回來 然後這裡有個東西叫做 最近零雙線性雙三次 就是當你的圖一開始很小的時候 把它放很大 這樣是不是糊掉了 我把它縮小再放大之後 它就糊掉了 那這個是用點正 點正來畫圖的時候 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那不會有這個問題的東西 叫做向量 向量就是要用AI來畫 如果你覺得你的圖 在稍微一點點放大縮小 就整個糊掉的話 可以來檢查一下這個設定 重置的話 就是當你有做了很多很多的移動之後 你想要從頭來過 就按重置就回來了 再來就要進到調整的部分了 第一個 色相保的多亮度 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現在在那個花蕊的這個圖層 你在哪個圖層點下去 它就會作用在哪個圖層 它不會整張圖給你一起改 點下去之後 如果我移動色相 就是會把花蕊的顏色 你可以看 看著這個你調的那個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去判斷你調整了什麼 然後可以在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這裡會有一個套用 套用點下去呢 就是把你剛才的調整過的數值 套用下去了 例如說我現在改成綠色按套用 那它現在的底色就會變成綠色 然後你就可以再去調不同的色相 預覽的話 按著就是看調整前調整後 然後測銷就是上一步 重置就是從頭來過 然後取消的話就會回到 外面的這個頁面 這裡還有一個藏比較深的功能 在這裡點下去 它會給你選塗層還是Pencil Pencil按下去呢 右邊你的筆或是橡皮紮這裡會亮起來 那一樣這三個都可以用 那它原始就會給你設定色相變成30%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畫看看 就看得到裡面顏色有變 那這時候你再去拉這個數值 你就可以只調整你畫的這個部分的 色相毛澤度亮度 就不會整個塗層一起換 調整再來第二個是色彩平衡 我先把整朵花給合併 改一個藍色 等一下比較清楚 這個線合併起來 這樣他們在同一個塗層 看起來比較清楚 然後按色彩平衡 它顏色變的邏輯 就會跟剛才色相飽回度 明度那個不太一樣 像你看這邊只有青跟紅的時候 它就是會把裡面紅色的東西變青色 青色的東西變紅色 那如果裡面是沒有青色成分的 像中間的紫色它就不會變 然後這個它寫平紅色 但其實就是陽紅色啦 就一樣 你可以調它的色彩平衡 然後色彩平衡右邊這個小太陽點下去 你可以選擇你要調整的部分 是陰影還是中間還是亮部 總之你的一張圖裡面會有深色 會有比較中間的顏色 會有比較亮的顏色 那這個色彩平衡你就可以去選 你要改的是哪一個部分的顏色 我們要來講第三個功能的叫做曲線 曲線這個東西下面這條線 左邊就是深色的部分 中間是中間色 右邊是亮色 所以在調最左邊的時候 往上它會把深色的地方變淺 我覺得已經在旁邊畫一朵 小花來陪它 最深色就可以看到那個 黑色的部分跟比較深灰色的地方 變淺了 那我如果移動的是最右邊的話 可以看到是最淺的這個灰色 反正拉過來它最淺的地方會變淺 那可以看到最深的地方是不會動的 那如果移動中間的話 就是中間色的部分會變深變淺 那它除了這三個點之外呢 你還可以自己再新增更多的點 可以調蠻多 蠻細節 然後也可以分顏色去調 紅色的話 像這個花瓣比較偏紅的 然後紫色裡面其實也有紅色的成分嘛 所以就都會去調到 這個呢 基本上我只會按第一個 Gamma來調 就一次全部調 我比較不會去把顏色分開來調 然後曲線這個功能 在畫很多很滿的東西 有主角有背景 有很多物品的時候很好用 因為你可以整張圖畫完 然後分別去調整 主角跟背景它的那個曲線 你可以讓背景的東西變得弱化一點 然後可以讓主角的東西 立體感強化一點 對比度調高一點 就會用到曲線 好 講完曲線 然後再來要講的是這個T度映射 下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T度褲 它就是一樣有內建的一些顏色 把這個T度褲的這個T度點開 它就會進來這裡 然後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不同的顏色 最左邊是深色 中間是中間 右邊是淺色 所以可以看到剛剛最淺的這個灰色的葉子 它現在變成這個顏色 就是它會去抓你的圖案裡面 深色的東西就變成這個顏色 亮色的部分就變成這個顏色 可以把你一整張圖的顏色 重新配過 按一下這個框框可以調整顏色 然後你也可以在新增框框 就是直接中間點一下 那框框的位置也可以對調 你可以把最淺色的拉到深色這邊 然後最深色拉到淺色這邊 然後是高四模糊按下去就是模糊 它也可以用Pencil 然後左右調整模糊的程度 動態模糊比較不一樣 動態模糊是會跟著你手滑的方向 來模糊你的圖案 滑的越遠就會越糊 透視模糊呢 你可以選一個點 然後一樣滑模糊 那你可以發現 越集中在這個點的地方 它會越不模糊 然後越遠的地方會越糊 就是聚焦在這個點 然後邊邊的地方越旁邊會越糊 那還有不同的可以選 可以選方向 那方向就是只有箭頭字的這個方向 會越來越糊 雜訊點下去 一樣就是左右滑調整那個雜訊的程度 那下面這幾個呢 比例的話 它是讓雜訊的那些小圖案放大 雲朵跟永線跟三級 就一樣就是調整圖案的形狀 按看看 看哪一個雜訊效果比較是你想要的 多的話顏色會比較多 單一的話顏色就比較單一 這個東西呢 真的都是畫好圖之後 你要調的時候 去按看看 調看看 調到你想要的就好 就是它比較沒有固定說 什麼樣的情況你要調到多少比例 再來這個銳利化 就是模糊的相反 它會去讓你的邊緣變得比較銳利 如果你的圖只是糊掉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銳利化來把它稍微變得銳利一點點 然後光滑的這個功能呢 也是我自己比較少用的 它就是可以讓你的圖變成一個發光的感覺 就是當你有畫一些太陽燈光星星這種會發光的東西 你可以用這個功能 這樣就很有那個物品在發光的感覺 錯誤美學這個東西呢 可以弄出一些那種訊號不良的效果 這個功能呢 我通常比方說一個圖裡面 然後裡面可能很多小物品 然後比方說有人的衣服的花紋 或是有一些像是電視畫面 螢幕畫面 我懶得想那個小東西裡面要畫什麼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功能 再來半色調 它會有一點點類似很類似雜訊的功能 可是你把網右滑到很大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裡面顏色的光點 我們前面在講什麼RGB CMYK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直接把你那個顏色的CMYK跟RGB分出來了 那我們在做印刷的時候 就是會像這樣一次只印一個顏色 然後像這個有沒有兩個顏色疊在一起 就會變成比較深的顏色 報紙只要有滑一點點 它就會變黑白的 就模擬一個報紙印刷的效果 這個色差點進去之後啊 就是一樣左右滑它 然後這裡有這個可以選 在色差這個功能裡面 我會用到的是置換 讓它移動一點點 就是你移動很多的時候 它的顏色會有點被拆開的感覺 那有時候我會讓它移動一點點 然後做出那種 很像螢幕發光或是一些反光 或是強光照射下 會有那種邊緣有一些些 變成有點黃黃的或藍藍的那種感覺 當你覺得你的圖好像 豐富度不太夠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些功能來加強你的豐富度 來讓你的圖看起來好像比較有層次一點 再來液化 液化就是美圖修修推理 然後這邊尺寸可以調大小 就是調那個推的這個筆刷的大小 然後壓力也是推的大力小力 那扭曲的話是可以看到邊邊有一點會 有一點點會就是變得有點扭曲 然後順時鐘扭曲按著 它就會這樣子轉 逆時針扭曲就是反過來 捏合會把它越來越縮小 膨脹就是越來越放大 水晶 它會出現這個有點結晶的效果 如果要畫一些結冰的感覺 好像可以用它 邊緣 可以用這個邊緣 然後把你的東西的邊緣變平的 重構可以把它變回來 這個調整 就是你剛才說調整過的東西 可以按它來調整強弱 調整的最後一個克隆工具 這個在PS裡面比較像是硬髒不髒的那個功能 這個圈圈就是我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我在畫的時候 它就會畫出圈圈指導的東西 那通常會用在什麼 比方說把皮膚上的一些瑕疵修掉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子修 因為你原本畫我的皮膚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顏色有一些紋理 那你就沒辦法直接用這個吸顏色的功能 再重畫一次 就很麻煩 你就可以用這個克隆工具 放在你要吸取的那一整個範圍的圖案 然後在旁邊畫畫畫 這樣子